所以一定要懂得修行 所以为什么说阿弥陀心 这个佛已经讲了蓝信之法 就是蓝信之法最快的方法 你要爬山 爬山这样慢慢爬 是不是很辛苦 如果有人用车子帮你载上来 不是很方便吗 一样爬上来 你就爬的上来 跪上来 但是人家帮你骑车子带上来 你请向人家哪一种 当然要骑车子上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方便 你要从下次道的修行 然后进入从转凡到圣 你按照这样一步一步修行 你会很辛苦 但是阿弥陀心 老公里跟你讲说 这是蓝信之法 这叫特别法门 蓝信之法 就是蓝信道跟异信道的修行 那我们这个阿弥陀心里面讲 异信道的修行 靠阿弥陀的本愿功德 阿弥陀心已经把所有功德都给你了 你就去骑车子修就好了 就可以很快速的正道 阿弥陀心就在介绍基督师的修行专员 你只要能够信 努力的按照佛的讲的 在临终的时候真实的发有往生心净土 这个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佛道了 你要让他一心不乱 一时随地保持决心 一心念佛 随时把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功德 放在你心里面 默念 嘴巴没有念 默念 二十小时 连睡觉 念到睡觉也在念佛 念到睡觉也在念佛 因为他这个佛号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你不念 他自己会念 如果你有没有 目前有没有人这个功夫 不念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句佛号一直跑出来 真的 你修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佛号是不会离开你了 他会一直念 一直念 你睡觉还在念 你嘴巴不念 他一直在念 你都听得到你心里面那一个佛号一直跑出来